接下来一样在大陆 我们要看到年轻人勇敢创业的成功案例 他是1974年生的李海超 目前在上海经营二手车买卖事业 他13岁就到英国留学了 1999年底回到上海 以20万美金创立了一家IT公司 不到5年时间在美国NASDAX上市 市值暴增了2000倍价值4亿美金 那一年李海超才30岁 但他的创业之路也不是一路无风无浪 他是如何一一克服 如今在二手车市场站稳一席之地 一起来看李海超的故事 紧邻购物中心占地2万平方米 这家位于上海浦东的二手车专卖店 宛如一座大型超市 宽敞明亮的展示空间 车款价格一目了然 而赋予这些二手车 崭新生命的幕后推手 正是眼前这位梅宇之间 和大陆钢琴家朗朗 有几分神似的年轻董事长兼CEO 李海超 找我啊 找我啊 好啊 好啊 没事 你不用担心 这头忙着接电话 盯主新店开幕式的大小事宜 那头又得随时翻阅员工送上的请示文件 一刻也不得闲 应付这些状况对他来说早已架勤就熟 1974年出生的李海超 13岁就到英国留学 直到1999年底才回到上海 和搭档合资投入20万美金 创立自己的第一家IT公司 壮上零通 2004年以未满五年的经营时间 让公司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 市值顿时暴增2000倍 价值4亿元美金 而那一年李海超才30岁 现在回头看 正是运气成分大于其他 当然努力也是必然 就是我们选择了一个 当时没有特别 非常新的一个行业 国内很多就是 很多人没有人做 基本上是没有人做 同时我们又面临了一个 非常巨大的一个市场 才创业就一鸣惊人 随后有投资商看准了 涨上零通成功的经验 相继倚注资金 让李海超得以乘胜追击 在2005年底 开创个人的第二家公司 爱车的他学的是资讯科技 于是结合兴趣与专业 打造出全中国最大的 二手汽车网 然而创业之路上 几乎没有太大起伏的李海超 却在这时候遇到了 人生第一个瓶颈 一个人当这样顺利地去走的时候 他其实学不到很多东西 但是当时我不知道 那时候觉得心高气 觉得好像是年轻 然后就觉得什么时候 公司又是巨大的成功 就觉得什么事 只要我做没有不成的 初期没有特别快的 模式也没有完全成型 对 钱快烧光了 那时候就心慌了嘛 怎么办呢 然后也是这个时候 我去上福蛋 找答案去了 不愿就此放弃一手创办的事业 李海超一边砸下资金苦撑 一边回到校园 寻求解决之道 将课堂上获得的论证 和过去工作累积的经验 人脉相互加成 发挥最大效果 原本业绩不佳的网站 开始改善 当时的挫败 非但没有半倒李海超 反而成了他 再创事业高峰的垫脚石 因为我是老板 我是CEO 我学到什么东西 我回去马上就可以用 别人可能他只管一个部门 他就算学到了 也不一定能用 当然这个压力就会很大了 这个跟之前 自然压力就来了 花别人的钱 花自己的钱 不一样 之前五一的这段经历 就是使我们 不管在战略的制定上 和执行层面上 都比之前的 要扎实的很多 所以一上来就 就发展得非常快 之所以能够在创业路上 放心大胆地不断尝试 除了李海超 自己不服输的个性之外 父母用心打造环境 让他适性发展 更是帮助李海超 勇往直前的重要关键 我其实小时候两大还好 一个是汽车 一个是电脑 那我爸妈就 就给我创造条件 只要有好的电脑 就给我买过来 然后我就去玩 我们那时候 83年84年 那时候我不知道 苹果第几代了 反正我们家有一台 苹果电脑 然后我们有一台摩托车 我那时候才12岁 我没出国之前 11、12岁的时候 我就骑过摩托车 感激父母在成长过程中 给予的发挥空间 尽管创业经验 已经长达13年 李海超依旧 其免自己永远秉持 积极开放的心态 接纳新的失事和合作伙伴 或许正因为如此 李海超的创业路 即使遭遇挫败 却总能像卖场中 一辆辆整修过的 二手车那样 保证安全 打消疑虑 重新奔驰在抗撞大道